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对对 但这我蛮难想象就是说一个女性的王室的领导者 她可以用一种柔软的力量让所有人觉得我想要知道她的一切可以过去 你很难体会啊 我在香港我们对于女王的感觉 因为在我成长的年代我是殖民渔猎嘛 英国殖民的年代成长 我们小时候在香港的学校 在香港的医院每个地方的长臂上面都挂着英女王的照片 而且挂着她年轻的照片 那我那时候刚好发育阶段啊 你可以了解我对她的仰慕啊 跟跟余老师是一样的狭小的 你的那些年是伊丽莎白女王 我告诉你 我刚去了一趟北京 接受了一个广播节目的访谈 后来那一段播出的时候被剪掉 我太爱播这个了 该说说 她就是不晓得什么理由啊 问到我对英女王的感觉啊 我说好吧 我必须坦白 我不爱说谎啊 英女王是我们那一代的香港男人的第一个 第一个孟姨的对象啊 真的假的啊 很多了 很多了 不是性感那种范儿的啊 老师我们现在时光到回来是说四十多年前啊 四十多年前 她也不能算性感啊 四十多年前我们是少年年轻人 年轻人爱手女啊 而且你孟姨 第一个年轻人爱手女 第二个 我听他爱手语 爱手语 造成孟姨什么 然后在梦里面你的对象通常看不清楚样子的嘛 大概那种感觉很有权威的 我还记得那个梦大概是在英国一个古堡 跑进来一个不晓得是女王还是什么样 大概是那种感觉的 你起来就要赶快洗个澡什么好 那所以我们那一代人是这样 我在北京讲到这一段就被剪掉 然后后来成长过程里面 你看英女王生育的时候她birthday啊 我们也休假不用上学 我们都爱她 她也看着我们成长 我们也是看着她成长的 但是既然嘉辉这么讲 我也讲就我最近接受了一个杂志的采访 最后他们也给我删掉了 你说的是她的 不是他们就说呀 他问我一个什么呢 他就说你这个想回到什么哪个年代去 你知道吗 我就是我这事我还挺认真 我说你们这个话题啊就没法让人认真 就是我说因为呢你过去之后你是谁是个问题啊 你百分之你像我过去我怎么也得是个贵族啊 但问题在能是吗 你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不是 但是我在英国啊我见到了一些中世纪的绘画 和他的一些老照片 我就发现呢 哎呦真是城堡非常美丽 可那是皇上王室贵族住的 可就在城堡的外面 当时的伦敦公共卫生极差 我也看过北京的老照片 那时候巍峨的也就是城墙 你也城墙什么是城门外边不远处 你一看就是那个那个脏不叽叽的那个窝棚 穷人住的那个窝棚 这就让你想到啊 我们这种运气不好的人 过去之后百分之九十的可能 你不是贵族啊 那么相比之下 现代化它是个拉平的过程啊 对就是现在我们这日子平民日子 是不是还可以 其实其实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的每一个连带 其实就是最好的最美好的连带 已经你所能有最美好的连带 因为不管每个角度 人类文明基本上往前走了 没错 因为你回去任何地方都有当时的痛苦 当时的灾难 但是江辉 为什么我就那天我就跟你讲一个 我就说我觉得人类这个世界啊 非常寒陈的 非常寒酸的一个世界呢 就是因为最好的东西 不可能属于每一个人 所以民主化一来 所以才会追求啊 对你看啊 最美好的东西 好比说皇室的那些个收藏 对吧 那就真的是 集中了全国的举国之力 你想故宫 什么温沙宝是吧 举国之力打造一个最好的奇观 才能有这么一点好东西 你想是不是 包括所以说呢 我们一方面又想呢 呃这个 我们不能过穷人的日子 对吧 不能说全集中到你们少数贵族 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们这个精神啊 永远你会一银 这个王室 你就看到今天为止 英国到今天为止 中国的这个宫廷系 嗯 这都在干什么 最吸引人的 为什么还是爱看皇帝家里那点 是 包括西方也是 你都民主社会了 你整天一银 你让有些人一银到 一银什么呢 一银什么 我给你看个照片 你就知道一银什么 也就是说啊 这个身份证上啊 不能自己瞎改造 嗯 这这这两天机场查住了一个 他他有个身份证 他一面是他自己 另一面你看他贴成什么了 你可以看看这个 哈哈哈哈 这拿这个上 变康熙大帝的 上飞机 1654年5月4月生的爱心 这位老兄 一人太久了 没错 而且又又提 你注意到没有 我最近看看有时候看看什么电视剧啊 这些个宫廷系啊 我觉得他们是就处心极虑的呃 从编剧到导演就觉得他们就爱看宫廷里的女人们功心斗角 然后男人就爱看皇帝后宫三千 然后被争来争去 还不是还不是 男人爱看的是男的这个权力斗争 尔虞我诈 怎么把他给弄下去 怎么先挖个坑把他给掉进去 女的看的就是为了争得这个宠爱 互相间又下毒啊 又怎么着啊 哎呦 包括生生孩子 孩子争夺债 就是这点事 所以文涛我才刚才问亦淫什么 因为当我们说亦淫的时候是说 哎我们看到美好的东西 我幻想我想像我是其中的人 享受美好的东西 那我觉得很多人坦白讲 包括我看宫廷系刚好相反 我是看到一个那么富贵的贵族 还是那么不堪那么破败 那么高兴斗角一直破落下去 我就非常高兴 你看幸好我不是这样的人 幸好我没有在于那个环境里 幸好他跟我一样 幸好他跟我原来一样都有这么多烦恼 又婷我请教你啊 这个现在不都新女性了吗 我理解新女性的标准就是 咱们没有什么男女了 咱们想的都一样 都是独立之人格 自由之思想啊 谁也不是天生的 新女性是安慰女生的啦 是吗 不得不承认新女性是鼓励女生 要独立没有错 但是他其实安慰你自己说 其实你现在这样没有不好 但是 那其实你的心里面滴滴滴 是不是想要追求 没错 一般女孩所比较俗气的说法 对对对 还是有 就也许我们生活这个世界不尽合理 但是我只能根据我眼睛看到的 为什么我眼睛看到的 还就是 女人喜欢在男人那儿争东西呢 女人喜欢在男人那儿争东西 你包括女主持 她就比男主持 找老板找的多 哭的也哭 你说是吧 强 这个东西我不能 因为我们只能用这个方式找到我们要的东西 这是一个方法是不是 就是说用哭啊闹啊 或者是眼泪啊或者是 所以我就说 我们的武器是这种使用的方式 那天他们还讲到拍电影什么捧这个女戏子啊什么的 我就说有些个你包括是女明星 那么你出来你应该是妇女解放的典范了吧 你是成功的啊 你是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啊 女强人不会 但她还不爱听女强人 可是实际上呢 她背后 因为资源掌握在男人手里 往往吧 在这个社会里 所以实际上你会看到 她还是用宫廷后宫的手段 因为在抢啊 对 所以因为掌握资源的男人只吃这一套啊 如果我今天跟你一样都是凭我们主持的实力站在前面的话 你不会理我的 我今天没有小小的美腿 文涛哥你应该不会多看我两眼呢 我会 我会 我跟你说有条 我看中你完全是上半身的原因 绝不是 我爱很多 我也是 镜头群 镜头群 我也是你来了之后我发现 我的眼光还真不错 真好 有加分 将将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出品和原词 有一个群估计 最后的行为 我看中心是一个人 最后的海力 背景 我很好 东风日产 人 车 生活 你家辉的后宫也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你刚问又婷的问题 问错了问题也问错了人 这个问题应该问男人 你刚问又婷 为什么女人还是爱抢爱哭 其实应该问男人 为什么接受女人来抢来哭 对 女人不接受一视同仁 你文涛来哭一下 我同样 你得给我笑才行 你说我看到还珠哥哥里面 永远王后母后都是最凶的 他们都觉得他最尖章会下毒 欺负那些小公主什么的 可是你就看王后永远都是比较强 因为他是国母 他就不能跟那种老婆 小第五个第六个老婆 那样的编子 啾啾哒哒哒哒 他就是得有国母的气势 你想想看皇上会喜欢一个 很有气势的女人吗 不行 所以他就最后 他要争权到那个 他只能用下毒的方式 就是被逼出来的 我觉得 就是他没有办法 你知道吗 这就是男人 所以同来都是男人的问题 而且我跟你说 我最近看的电影 十点三十三天的时候 我里面看到一段 我就恍然大悟 不是告诉我什么失恋 什么样 是说 里面那个女主角 不是问了一个有钱男人 因为那男人 娶了一个 比较相对美脑的女人 只想要买LV 买名牌 他就说 为什么你们这么有权有势 还学台湾女孩说话的 对 还学台湾女孩说话 是污蔑台湾女神 然后 就为什么你有权有势 你大把女孩选择 最后你选了这个 我们一般女生觉得 怎么这个等级水平的女人而已 然后那男人就回答说 因为这是审视 因为呢 对于这个女人来说 LV是必须品 爱情是奢侈品 那我在一个段关系当中 如果我要维持 我的钱可以源源不绝给她 所以呢 我可以维持这关系 但是爱情我没有办法 反正她也不需要 她觉得是奢侈 所以我就娶了这样子的女人 我就说 哦 那我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我不会被豪门砍上 对 我应该就 因为爱情对我来说是必须品 LV是奢侈品 我相反 但是我告诉你 这也是男人骗女人的话 为什么 我被骗 我跟你说 他昨天就跟我说这个 对啊 我说啊 现在有些人说的那个哲理 那个名言名言 让人贴假言一听 好像很有道理 实际上都胡 都是编剧胡扯 原因非常简单 这个男人就是这个品位 你知道吗 人的品位决定一切 他能接受这种女人 他就是个土编 你知道吗 他就 要不然就像你 你对服装有你的品位 让你穿个大红大紫的 突然身上你能穿吗 你根本没 你没法跟这样的女的聊啊 所以他这个理由 不是真的理由 真的理由是因为啊 男人的水准也很低 你欣赏 你能欣赏的女的 就是这种 怎么说呢 就是这种分比较低的吧 你知道吗 要么是另外一个极端 要么就是文涛说的 是个什么土编 土编 土编 不是土编 土编 你知道吗 就是品位 人的品位决定了一切 就好像你爱吃什么 你自然就会去吃什么 那你们都是历史 你就你那么多 读那么多历史 纵观中国的皇帝理念 他们也都饱读诗书啊 很多对不对 就是有好琴棋书画都行 那他有没有看上的妃子都是有品位的吗 没有 我们现在我看 对不起 我比较俗一点 我看那种什么穿越剧 宫廷剧 怎么都爱的也是 多的 也是羞羞答答 年来年去 这就是穿越剧 对年轻人历史 对 对那个悲剧 你脑子里的历史 就这个嘛 对啊 赶快赶快纠正我一下 你去看看 真正的皇帝很不自由的 很不自由 你以为他娶过谁当皇后 那完全由他一人说了算吗 根本就不是 但他的真爱永远还是羞羞答答答 那个对不对 在布地上五则贴嘛 五则贴 不仅老公爱他 连儿子都爱他乱伦 太多这样的意思 我刚才说 文涛说的情况 这是一种 是土鳖 另外一种要嘛 这个男人太高明 太聪明了 他懂得 不管你的女人是怎么样 他懂得把你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把你放在不同的位置 他可能不仅是爱一种女人 他可能也爱那种 那好 我只要给你买名牌就好 可是他背后可能还是爱另外一种很有才气 很有才华 他懂得把不同的人放在不同的位置 有一种就是他的这个理由 就是说男人确实很多时候想省事 因为这个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不能把女人放生全部的时间 所以呢 这个女人如果能用钱打发 那么比较省事 满足我一个可以预期的一个需要 也很好 这个是有的 但是我就跟你说 即便是你生活中的八分之一的这个女人 她也有个品位问题 不是说这个女孩子多么灵秀 多么干嘛 而是说呀 两个人能够聊得来吧 对吧 因为毕竟不是嫖娼啊 对吧 两个人能够一起 你愿意她站在你身边 这就像是一个人 你喜欢一个家具 你为什么选择这件家具啊 为什么那个土鳖他选择的就是那件家具啊 咱就说当然把女人比成家具 这个也很真实 实用要美观的 就是说品位问题 我跟你说 我觉得还有不要忘记有时间的因素 时间的考虑 可能不同的女人也好 或是倒过来 从女人角度看男人也好 我们经常看 这样女人很好啊 怎么你身边的男人是那个样子 可能对你来说 讲难听一点是玩一玩嘛 我可能喜欢她身体很好 或是怎么样 某方面很幽默等等 我准备跟她交往 过一把影 过把影就是 过把影过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无妨嘛 没有关系 我觉得现代人太聪明了 他爱谁都有他的理由 他不爱的时候 更可以找到理由 是爱太聪明 所以被挑上 我们不能只看 就是说被挑上那个moment 应该是说这个女的 跟这个男的可以多久 这才是重点 对不对 就堪不堪用 经历时间的考验 堪不堪用 堪不堪用 还可以维修保养 能不能维修保养 出场以后 他还是爱你 然后可以长时间的经营 这才是重点 对吧 你不觉得你这样 有点这个什么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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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说呢 有点那个封建思想嘛 为什么 为什么 可能有些女权分子会觉得 你这么讲话 你把我们女人置于何地呢 可是每个人要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我还是说 我说的堪用不是只有美观的堪不堪用 包括你的脑子堪不堪用 你是不是与时俱进 你今天可以跟你 他30岁 你老公30岁的时候 你跟他聊他30岁喜欢的东西 他40岁以后 你是不是可以跟他打高尔夫 50岁 你是不是可以跟他在家里面喝老人茶 这个品味得要有 那现在很多女生没有 他是觉得 他只看这个短力 看他现在有情 看他现在这个光鲜的一面 你都不知道你背后要付出的牺牲是什么 那这样的话 你就不堪用 那你这样讲还是继续封建 为什么要女人要随着男人的年龄改变而改变 你不爱打高尔夫就不打了 不爱喝老人茶就不喝了 那你就不要找一个喜欢 你老公又喝就喝了 你不要想找一个喝老人茶 但我就说你的 你自己本身要很多药 你就很多面 因为你既然是跟一个partner 你竟然决定要有婚姻 就是要跟另外一个人合作相处 一辈子 合作嘛 你就是要有妥协 那当然他对方也是要相互的回馈 不是说你一昧的对他 但是一定要互相合作 那他才会长久 如果女权可以 我也赞成 那他就一个人一辈子 就不要哀怨说 为什么看不上 要抢酒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除了合作以外 可以外包 把陪你耳光喝红酒的部分责任 外包给其他的人 把他陪他打过外包 你跟他独占吗 对啊 你独占就很难抢 因为我可以多元 我就 如果我不会打高尔夫 你跟别人打 那我就算了 可是我会打 你不跟我打 你跑去跟别人打 你打 不行 你知道 你知道我现在觉得这个 像最近我老看那个电视剧 叫 Tudor Tudor 都多王朝 那个电视剧 你就看英国的这个亨利七世 这个王室 我觉得跟中国的这种不太一样 中国这个是农民的这种 就是后宫三千 全养着 我搞不着你啊 你也不能给别人搞 我发现英国这个 镇压 他不是 他是个个都有老公的 对吧 谁都有谁的老公 但皇帝呢 就是开舞会 party 看那个人是谁 勾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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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什么伯爵夫人 全 皇帝想弄谁的老婆 就是谁的老婆 你知道 到最后 我觉得他也是一种 就是他不闲着 你知道吗 他平常 我不用你吧 你也不闲着 这比咱们还是先进 虽然皇帝也不小心眼 是吧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一览图一遇 一跃千里 在环球事业下 明察秋毫 在时空穿梭中 紧扣关键 集中关注 补充观点 融合全媒体 全世界焦点咨询 无限构想 2012 凤凰卫视 强档云信息直播节目 天地一号 凤凰焦点关注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排 科技 是品质的源泉 责任 是性质保证 品质改变世界 三亿重工 这个皇室里的爱情啊 都是瞎掰 有没有 甚至有人说爱情 是比较晚近出现的 这么一种情绪 的确 的确 你现在在过去 你就像英王的 他那个婚姻 他不是什么爱情 他叫皇 说 就是说他 嫁给他 两个王国之间 要联姻 那么这是正牌的皇后 至于底下 也许他跟谁 有点偷情 这是他所谓 有点相近的 我看过一个人 就是对婚姻制度 研究的一个 就是研究 他里面是说 过去在英国 或在欧洲时代 他们的结婚 是为了扩张领土 是为了扩张 我家族的势力 并没有所谓的 感情的成分 然后慢慢的发掘 这个掌权者 发掘 如果下面的人 也让他们这个样子 那就他们 如果结婚越来越结 越多 他生的孩子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掌握他们 所以他就发明了一个制度 叫婚姻制度 我只遵循结一个 你不可以结两个 你不可以结三次 其实以前是可以的 但是你这样 一直结下去的话 你的家族越来越多 你的人越来越多 我怎么管你呢 所以到最后呢 他就立了一个制度说 不行 你只能结一次 再加上他们宗教的关系 所以呢 我是为了要限制 被扩张 被推翻 所以没有爱情的问题 在以前 所以你看 也不要说 今天的这些个人怎么庸俗 他就婚姻的本质 就是这个 聊爱情 反而是聊过分了 就是财产嘛 房子嘛 他本质 他原本就是财产所有权 是 是吧 我的本家 马克思跟恩格斯 写的清清楚楚嘛 婚姻制度 私有财产制度 整个心情 整个关系 爱情是另外一个东西 比婚姻更难去 得到的东西 所以才是我们更喜欢 想得到的东西 最过瘾的东西 那你现在的婚姻低潮 是因为在想这些 记得下来 为您播出 西安楼馆 文明启示录 没有跟太太吗 应该有英尊 谢谢 请不吝点赞